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薇如 現在常常聽到一些猝死的消息 其實猝死就是人家現在有突然間倒地 其實大部分突然倒地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因為心臟病發作的關係 以前我們都認為心肌梗塞發作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七八十歲的人 我們就不會覺得意外 但是最近一直有一些不幸的消息傳來 竟然是一些年輕人 竟然也會因為心肌梗塞突然間倒地 沒錯 我們平常除了要量血壓之外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膽固醇 因為我們膽固醇總量只要下降1% 我們冠心病的危險就可以下降2到3% 對啊 大家都知道血管會陰化 還有另外血管可能會阻塞 是因為壞的膽固醇的關係 可是壞的膽固醇 到底要控制到多少才叫標準值呢 又要怎麼控制呢 今天都要一一告訴你 沒錯 講到心肌梗塞 大家的直覺就想說一倒下 好像就是救不回來對不對 而且他還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像是艾成的弟弟艾翔才四十歲 就是因為心梗離開 打樹形劍 對 這也是之前傳出的一起漢市 因為艾成其實在去年 因為墜樓事件過世的時候 才四十歲 沒有想到不久前傳出 他的弟弟艾翔 竟然也心肌梗塞出事 而且也只有四十歲 那當時的狀況 據相關的新聞指出說 艾成的弟弟艾翔 當時是因為他車子是故障了 他就送去修車廠修 然後他是去取車的時候 修車廠老闆娘就有發現 他好像就覺得一直咳嗽 他咳到喘不過氣來 他稍微坐下來 那時候要了一杯水喝 沒有想要喝完水沒多久 站起來走了幾步 結果倒下來之後就再沒醒來 疾病就沒有搶救回來 就是說應該就是心肌梗塞 當時只是沒有想到這麼年輕 而且之前好像沒有相關的風險因子 另外一個也是非常年輕 一般民眾如果沒有在注意饒舌歌 可能沒有注意他 可是事實上他是饒舌歌手 相當元老級的一個歌手叫做 蕭惟仙年紀也只有三十幾歲 他其實之前有跟熊仔他們合作 他饒舌技術也頗受到肯定 只是這幾年比較淡出這個歌界 但是後來想說 怎麼幾年沒有消息之後 傳出來的消息居然是過世了 那過世就說好像也是心肌梗塞 不過他的師弟這個歌手 Berry Tran就說 他其實在過世前 好像有幾次深夜 有收到他的傳來那種類似 就是求救的訊息 我不知道是求救是心理上的求救 還是生理上的求救 只是他覺得很可惜自己錯過這些 因為甚至他還有聯絡說 要不要出來喝杯咖啡 大家都以為年輕 反正有機會以後再約 都沒有想到以後就沒有機會 因為他就真的因為心肌梗塞過世 就留下這個遺憾 中國大陸這個演員就更年輕 他只有25歲 到底他那個促世的原因 是不是跟新冠有關 還是跟過勞有關 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因為他傳出25歲心肌梗塞死亡 可是有人說 其實他當時的狀況 是因為他感染了新冠 剛痊癒 沒多久可能又有喝一些酒 然後又跑去健身 有人說是10分鐘之後 就已經倒下去 就心梗就沒了 後來就看說 真的只有這個原因嗎 我仔細看就說 他前一天有PO文說 其實他這一段時間 非常累 因為他要準備一個 不知道什麼考試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前一天 其實熬夜工作了20個小時 所以可能種種不利的因素 加在一起 造成這一起憾事 不過才25歲 大家想怎麼可能25歲 熬個夜 喝個酒 跑個步就死掉了 好 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你覺得為什麼心肌梗塞 會這麼年輕 你在門前有看到這麼年輕的案例嗎 而且很多都好像是 第一次發作就倒了 真的不會有前兆嗎 我們先講心肌梗塞 就像剛剛江批講的 心肌梗塞的死亡率很高 目前統計上來講 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病人如果倒下去 確定是心肌梗塞 可能有將近三成左右的人 可能是送不到醫院 就當場就沒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江批講得很好 就是說心肌梗塞 其實這幾年一直有年輕化 那到底為什麼是年輕化 其實說實話 心臟科醫師講到後來 還是講那四件事情 一個是抽菸 一個是高血壓 一個膽固塵 一個糖尿病 我們講三高 其實原則上就是這四件事情在作怪 那為什麼會年輕化 我們討論的結果 主要還是因為這四件事情 越來越多年輕人 有這些危險因子 譬如說抽菸的比率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雖然環境是在戒菸 可是如果大家真的去做這個 就是周邊的人去訪問的話 其實年輕人抽菸比例還是很高 就我們門診人來看 其實很多像壓力大的族群 這個這個電子工程師等等 甚至像這個電視從業人員 其實很多壓力很大 還是會去抽菸 其實菸就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因子 再加上三高的問題 像剛剛那幾個案例 其實我們不太確定 他的病史 很多人說是第一次發作 但是有可能是什麼 就是你從來沒去檢查 沒有去檢查 當然就不會有病 所以也許他原本就膽固塵過高 他沒有去檢查 我這邊就分享一個 也是年紀很輕的案例 這個應該是我聽過最輕的 是我一個同事的案例 他才二十出頭 比剛剛那二十五歲還小 大概二十二三歲 這前幾年也有上過新聞 就是宜蘭 宜蘭一個案例 他是他是阿兵哥 就是志願醫的士兵 那他其實本身就有三高 但是因為年輕人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年輕嘛 反正還有體力 那個還有本錢 誰怕 對啊 高一點 反正不用理他 同時他也有抽菸的習慣 而且抽得很兇 聽說一天要抽一到兩包 那量是蠻大的 對 所以那再加上 有當過兵的朋友 應該知道 當兵有要帶奶家雞 就是每天喝奶茶跟雞排 有外送的之後 這是當兵的術語 就是如果有人去外面 去營區外面 就會請他帶奶家雞回來 所以阿兵哥其實吃的時候 說實話是蠻不健康的 對 所以這個阿兵哥 那天就是在粗糙 粗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就覺得胸口悶不舒服 然後當然長官會叫他 去陰涼處休息 休息一下之後 他喝的水又好一點 但是一站起來又開始悶了 然後這時候長官就覺得不對勁 就叫他去醫務所 結果醫務所醫生 那時候部隊裡醫務所簡單的心電圖可以做 一做發現有不對勁心肌梗塞 就趕快後送 後送到我同事的醫院 就做起來真的是血管塞住了 才二十出頭而已 所以這個也是告訴大家 不管年紀再輕 傳統上我們認為心臟病的風險 男生是四十五歲以後 女生是五十五歲以後 但是現在其實就這幾年看起來 其實越來越年輕化了 女生還不敢說 因為女生其實有磁性荷爾蒙保護 對對對 基本上還是五十歲以後才比較有可能 但是男生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只要你三公沒有控制好 持續在抽菸 其實風險還是很高 所以還是會建議大家 年紀輕的人 或者有家族死的 你發現說家族好像很多心血管疾病發生的人 還是要趁早去做檢查 會不會你有高血脂 或者是高血壓 或膽固醇過高 這些東西也許你根本沒有去注意到 說不定早點注意到可以挽回一些汗水 那我們想問一下那個前兆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說很多人好像說 聽起來好像是第一次發作就直接倒地 到底有多少鼻翼的人在之前 可能前幾天或前幾個流 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然後再演變成心肌梗塞 其實統計上也差不多一半 也就是說反過來說 其實有一半人真的是第一次發作就 就最後一次發作 對 但是有一半人確實在 其實是有前兆的 對 就是像我們其實上面有跟大家分析 就是說有一些人會開始有一些不舒服 胸口悶 胸口痛 甚至有些時候是用上腹痛來表現 那嚴重的時候會轉移到左手臂 左手臂 肩膀 脖子這個區塊 那有時候會變得比較呼吸技術 比較喘 比較沒有辦法呼吸 那甚至有時候會有一些胸悶 胸痛 甚至倒汗 嚴重的時候會倒汗 那如果出現這些症狀 雖然你休息一下緩解了 但是過一下子會再發生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還是去醫院 做測試的檢查 對 會不會其實你的血管 已經快要臨界到阻塞的情況 那如果能夠在還沒有完全塞住之前 趕快把它處理掉 也許就可以避免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所以這些前兆大家要注意看 還是有一半人可能會有點前兆 只是被你miss掉而已 另外最近的天氣 以前人家說心肌梗塞在那邊冬天 冬天整天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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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但是其實冷熱的變化 也是很危險是不是 劉醫師 對 溫差的變化其實是我們在臨床上 有時候也要特別提醒民眾的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可能冬天可能大家都知道說 冬天很像心血管的風險比較大 不過我們最常見就是在溫差 其實就像現在是春天的季節 或者是說當秋天的時候 這時候的溫差的變化 其實還是會增加心血管發生的機會 甚至有時候我們甚至知道夏天 大家都覺得夏天就熱 今天應該都還好 可是現在大家因為熱浪來襲的關係 有時候溫度都很高 再加上你水分如果補充不足 其實都會增加一些腦血管 甚至心血管的機會 血便很黏稠了 對 過去的研究其實我們去看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每次的溫度 氣溫下降10度 其實對我們的血壓 就可能上升了8毫米共度 那同樣連帶的 其實在心臟的發生率來講 你下降一度的一個氣溫 它猝死機會就增加5.6% 那這是下降的部分 所以大家說那上升應該還好吧 可是如果你在擴張的過程 因為你為了要代償這樣子的一個血壓下降 有時候我們心跳要加速 加速的過程其實就會增加我們血管栓塞 或者是缺氧的機會 所以在過去美國自己做的研究 他們他們的疾病管制局發現 如果當29度系當個基準值 每上升一度 他可能因為這樣子心臟事件 而造成住院的機會 這會增加3.6% 那有人說這可能是人種上的差異 搞不好他們比較不耐熱 我們亞洲可能比較耐熱 耐操又耐熱 對 如果自己看中國這一部分自己的研究 那當然中國這邊的數據 其實現在看起來 有時候他們數據當然都比較大 因為他們能夠收集的數據比較多 他們發現說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每上升這個一度 甚至因為新血管住院的機會 會增加18% 所以看起來反而亞洲人更不耐熱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 假如你處在的國家 它的緯度或者溫差是大的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那個攝影棚的很溫 趕快把我打開 不容易有溫差 沒錯 所以我們平常要保護我們的心臟 你知道我們人體有一條經絡 叫做心經 心經在哪裡 陳醫師 其實心經它在我們的手上 那心經它是屬於陰面的經絡 那我們只要辨別說 我們人體的陽面就是在外側 或是人體的背面 那前面跟內側就是陰面的位置 那心經它是屬於陰面的經絡 那其實我們一般有些人 會自己做一些經絡的按摩 那心經它會在我們手部的內側 從心臟這邊過來到內側這邊 那但是我們其實 大家在拍經絡的時候 常常會就是這樣拍 其實在中醫來說 它的補屑是有方向的 如果我今天要做補的動作的話 譬如說我是覺得 我常常心氣比較 譬如說夏天 然後我覺得溫度過大 然後在正常情況下 我還是覺得胸膜常常覺得 呼吸不過來 我要補心氣的話 我們是往這個方向拍打 往外拍是不是 對 往下 往手指的方向 那有些卸法通常是在治療上 我們才會處理 一般大部分是補法 但是我們這裡有幾個重點的穴道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像有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覺得 常常心悸不舒服 那其實這邊有一個天泉穴 天泉穴就是在這個一窩往下 三根手指頭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凹洞 有一個凹洞 在這邊的話 很酸耶 對 很酸 這是天泉穴 就是說你如果胸悶心劑的話可以用 那如果你常常比較容易上火 或是口乾舌燥這種 然後養心的這個穴道 或是常常會就是燥熱 有些人是熱到睡不著 我有一個外國病人 他在台灣夏天是不好睡的 像這種情況就可以按曲折穴 曲折穴就是在這個橫紋 我們這邊有個肌肉過來 他在內側這個凹窩 差不多在這邊 這是曲折穴 就是說比較容易上火的人 那另外一個很常用的穴道叫做內關穴 內關穴就是中指對上來 碗橫紋三根手指頭這個內關 譬如說有時候心悸胸悶的時候 或是有時候腸胃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按 那其實我們其實 其實你會發現門診裡面 會來做這種保養都是 可能五六十歲的人 可是他們可能已經很養生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年輕族群 除了這種按摩的保養 最重要還是把飲食要顧好 是健康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學道交給大家 沒事可以多按一下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心臟不舒服 有人說你是心肌梗塞 有人卻說你是心腳痛 其實這兩個怎麼分 因為聽說這兩個治療方法 是不一樣的 其實他們是類似的疾病 那心肌梗塞 就是說你的血管 已經完全阻塞了 有可能是因為斑塊剝落塞住 也有可能是血管 就是因為膽固塞塞住 總之就是完全堵住 心肌梗塞 那是會很嚴重的不舒服 那所謂心腳痛 就是血管有塞 像圖表上來講 第二或第三個 血管有塞 但是他沒有到完全不痛 沒有完全塞住 這個時候就是要心腳痛 心腳痛 OK 那差別在於哪邊 差別我們其實整理在旁邊 如果是心肌梗塞 就是血管完全堵住的話 完全 第一個 他會非常胸痛 胸痛程度是非常嚴重 而且他是沒有辦法忍耐的 可能就像我剛前面講 會倒汗 會倒汗 頭暈 甚至有時候血壓會下降 那第二個 他持續時間會很久 就是你沒有特別吃藥物 或是沒有特別去醫院 做一些處置 他是不會緩解的 所以這個第二第三 就時間比較久 而且無法緩解 最後就是我剛剛提到 他可能會四肢無力 嚴重甚至會昏倒 會猝死 那心腳痛的話 因為他不是完全阻塞 所以他的程度 他還是會痛 但原來他的程度 程度是可以忍受的 就是說你稍微休息一下 通常你活動 休息可以緩解 對 就是有些人走路走快點 或爬個樓梯會很不舒服 但是休息坐著他又覺得還好 這個就可能是心腳痛 而且他持續時間相對來講 不會比較那麼 比較不會那麼久 那一段時間 你如果休息 他慢慢會改善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如果真的發作起來 比較不會 會產生像心肌梗塞 那麼嚴重說倒汗 甚至血壓下降的狀況 所以你說治療的方法 其實也不是說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心肌梗塞的時候 有時候血管如果堵住 我們會請病人吃一個舌下寒片 舌下寒片 它是可以讓你的血路 突然瞬間的擴張 那當然也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只是救急 因為有些病人跟我說 那我吃了如果比較好 是不是就沒事了 其實不是 你吃了沒事就趕快送醫院 這個藥是給你爭取時間 到醫院去處理的 對對對 那心腳痛的話 其實適不適合吃舌下寒片 其實要看他的狀況 因為有些心腳痛 發作的時候 你人不舒服 血壓會上升 血壓上升這個時候 是可以用舌下寒片 他可以降壓 同時可以讓你比較舒服一點 但如果說你心腳痛的時候 你合併血壓過低 血壓過低這時候 吃舌下寒片 反而有可能讓血壓更低 人反而寒了之後會昏倒 可是我們怎麼分 一般人就是有一些心臟比較不舒服 其實家裡都會背這個舌下寒片 那我們也常常跟病人講說 如果你說胸悶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你寒一顆 但是我們會先請你量血壓 如果血壓很低 是不建議寒 如果血壓稍微好一點 我們都會建議寒 這樣的教法有錯嗎 對 我覺得像薑薰這樣 就沒有錯 我就是剩下先量血壓 因為我就講我自己有個案例 就是我有個病人 他之前放過支架 所以會被舌下寒片 那他也有點緊張 所以他稍微有點不舒服 他就會喊 他有一次回診 就跟我說 他第一次喊 喊下去之後 他就倒下去了 他也就送他來醫院 結果他原本是胸口中 就是悶悶的 結果喊下去是沒有悶 但只能倒下去 去急診量血壓 高的只有九十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狀況 第一個說 第一個我跟他說 你這個狀況 到底是不是心臟又復發 其實不一定 但是你要確定要含這個藥之前 你要先量血壓 如果血壓真的還是不夠高 其實你含這個藥 他可能血壓會瞬間降太多 你反而造成新的問題 所以確實像江教授這樣講 沒有錯 我們都會還是跟病人講 當然如果說你真的痛到 沒有辦法忍耐 真的像我剛剛講 心肌梗那種痛是無法緩解的 你就含一顆趕快送醫院 後續讓醫生來處理 其實如果你有危險因子 或是本來只有這個病死 心臟病發作 就是開始胸悶的時候 不管有沒有含 趕快去醫院就對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壞膽固醇會造成血管的阻塞 但是你知道壞膽固醇 到底要控制到多少才算標準值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平時有在注意身體健康的人 一定都會量血壓 有很多人會覺得我血壓很正常 應該就沒問題吧 小心喔 你身體裡的壞膽固醇太多化 也會讓你有心梗的風險 那種塑膽固醇 對 真的血壓可以時時量 可是血脂通常是事情發生了才知道 每個抽血才知道 對 比如說像這個吳女士 這之前一個案例 她其實六十多歲 她先前就曾經因為高血脂症 然後冠心病發作去醫院 然後醫生呢 診治之後就覺得 你必須要把你的血脂降低 那一開始非常乖乖配合醫生的治療 這個降血脂藥什麼很認真吃 可是後來你也是知道 台灣就突然就是因為新冠 後來發布了三十幾警戒 她就想想 我本來血脂沒怎麼樣 去了醫院如果被感染 不是更虧更大嗎 於是她就自己決定應該還好 因為血脂不好沒症狀嘛 所以她就暫停了治療 也沒有再去追蹤了 沒有想到呢 就在她停止追蹤 沒有吃藥三個月之後呢 她又開始不屬送醫了 又冠心病發作 這時候醫療才知道 她之前本來好不容易 把鞋子控制下來 而且最低低到快五十了 就這樣得很好喔 結果這一次去 又飄到一百五以上 醫生就跟她說 你的體質就是沒有辦法 代謝這個不好的染固醇 你這個中頓治療 就自己找危險 所以要注意 所以我常常講 高鞋子通常你事情發生才知道 可是另外一種情況是 像這個很年輕 男生只有三十六歲 他也是一樣 三年前因為胸痛去急診 那時候醫生就跟他說 你是急性心肌梗塞 他想說為什麼我只有三十六歲 我會急性心肌梗塞 而且甚至他說 因為血管塞得還滿明顯的 所以就放了支架 然後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他也沒想 想說支架放進去 反正就通了 通了就沒事就回家了 後來沒想到 三年後再一次又胸痛去 這時候還發現說 另外還又塞了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麼常塞 其實你都沒有注意過 原因就是你的膽固醇 一直控制得很差 你不要以為我幫你打通 他就會一直保持通 膽固醇沒有控制好 他就會塞回來 但還有一種人他很妙 他就說更年輕 這個只有三十三歲 然後事前也沒有任何什麼 高血壓什麼什麼病史 突然間自己的足課工程師 有一天就覺得自己怎麼頭昏 噁心想吐 而且開始覺得胸痛 整個人非常不舒服 送醫的時候我就發現 三條冠狀動脈 分別有不等程度的阻塞 其中一條塞到百分之九十 想說塞到這麼滿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檢查也沒有糖尿病 有沒有太大的問題 後來一問就發現 也沒有抽菸 沒有什麼壞習慣 可是他飲食習慣很恐怖 因為他可能也是屬於奶家雞 奶家雞 就喜歡吃高油 高鹽 高糖 因為工作關係 他幾乎不運動 所以醫生覺得 這可能就導致他塞得比別人 找的風險一點 我們知道壞膽固醇 很容易塞出血管 還有一個疑問 有時候去健檢 你看他壞膽固醇 明明就超標 可是有的醫生叫你運動 飲食控制 有的醫生就說你該吃藥了 明明一樣的素質 居然問一下陳醫師 怎麼回事 為什麼有人可以要吃藥 有人是運動控制 對 其實膽固醇這件事情 是滿特別的 應該講說壞膽固醇 目前確實是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對 就是我們身體的各個指數 其實他都有一個所謂的U curve 就是說他到一個底線 他再下去會有問題 譬如說你心跳 心跳慢一點好 但是太慢不行 血壓也是低一點好 但太低也不行 但目前只有低密度膽固醇 就是我們俗稱壞膽固醇 這個指數 標準是130 但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機 也就是曾經有外國研究 做到降到30左右 也更好 那個benefit 就好處還在增加 所以至少你說到30 你說降到30以下 變20幾幾 幾乎身體沒有壞膽固醇 有沒有好處 目前不知道 反正有證據 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但目前降到30以上 就30 40這個附近 好處還是越來越多 所以這幾年的指引 一直跟我們講說 其實膽固醇 壞膽固醇確實越低越好 但是這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是越低越好 那是不是大家都吃藥 因為吃藥一定會降 對不對 那是不是大家都吃藥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很弔詭 所以目前主流的觀念是認為說 越低越好沒有錯 但是每個人降到多低 是不一定標準一樣 那到底怎麼看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有整理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先看下面那幾個數字 其實這個是製作單位 整理得非常好 我們根據去年 其實去年2022年 台灣的心臟學會 跟學子學會 有核定一個新的指引 他就告訴我們 你如果有高血涯糖尿病的患者 原則上你壞膽固醇的標準 要小於一百 對 大家如果去健檢的話 他壞膽固醇的標準 通常會一百三 所以目前看到一百三 所以你有一些危險因子 就要控制得嚴格一點 對對對 像你看最下面 如果是你已經有心臟病 降到舒心檢 降到五十五了 嚴格控制 又有糖尿病 又有這個放置價 你甚至超過五十五以上 都算是偏高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所以像回到江教授剛剛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年輕男性 二十幾歲 沒有三高 沒有什麼危險因子 沒有抽菸 原則上一百三 一百四 我們有時候真的會叫他說 不然你今天運動看看 對 飲食控制一下 對對對 但反過來說 如果說像剛舒心姐講案例 放過支架 又躺在那邊又幹嘛的 你今天就算來吃八十 我都會覺得太高 我都覺得太高 你還是要繼續吃藥 所以確實是有這個差別 所以看你的現在的生理狀況 如果覺得你還可以 就叫你自己先控制一下 如果覺得你很危險 就叫你吃藥 一般是這樣子分 另外就是我們說 這個油脂除了心臟之外 你說劉醫師你說 其實這次會傷全身 而且除了膏油脂之外 糖尿病也是叫做糖心症 也是會傷害心臟是不是 對 沒有錯 因為對我們來講 其實三高的族群 我們常常看到三高 其實是合併常常會發生 因為它是 有時候是一個因果關係 互相影響 對 有時候你可能 我才糖尿病 為什麼後面又出現 這個血脂肪的問題 出現血壓的問題 因為他連帶從一開始的 所謂的胰島素抗性 到後面 他會造成你的血管硬化 就會造成你血壓的變化 再加上你所謂的 胰島素抗性 跟你在代謝這個血糖的過程當中 就可能造成你血脂肪的異常 所以它是一連串的一個反應 那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在這一些 有三高族群 其實他們特色有的都很像 包括說可能吃發飲食不正常 胖這些 甚至包括抽菸器 這些在身體 都會產生一些氧化的一些代謝物 那這些其實就會造成 我們身體的氧化壓力 就會造成這些疾病的一個發生 所以你血管走到哪裡 基本上你的器官就傷到哪裡 所以最簡單 我們常常跟病人講說 不管你的大血管 中血管 小血管都會受影響 那比較中大型的血管 像我們的主動脈 所以有的人他主動脈硬化得很嚴重 血壓控制又不好 所以就會出現 有些人就會出現主動脈玻璃的問題 那比較中型的這個血管 包括我們的腦血管 包括我們的冠狀動脈的血管 就會出現中風或心肌梗塞 比較小的血管 包括我們的視網膜 包括我們的腎臟 這個都會受影響 對 就是全身的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糖尿病的病人 有將近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可能都合併有高血壓 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 甚至合併有高血脂的問題 所以有的人說我糖尿病 我為什麼要 我看起來那個數據 就是一百二十幾的快的檔固醇 這時候就回到陳醫師 跟你講了說 因為你是高風險 那為什麼會高風險 因為過去的研究告訴你 說當你罹患糖尿病 就已經相當於 你已經中風過一次 或者是有腦血管 心血管的疾病過一次 所以你跟他再復發的這個機率 是相當的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風險的位階 要拉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我們會告訴這些族群說 你如果當你被診斷糖尿病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小心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五十多歲 然後他就 他身體當然比較胖 BMI差不多到三十四 三十五 那他平常血糖 他在發現之前 其實他很早就知道 可是他都不怎麼控制 然後到有一次 他是忽然報仇被他太太說 我覺得你受到是不是得癌症 結果來做檢查 他說他來的時候 他自己就在那邊悠悠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是糖尿病的問題 導致的偏瘦 他自己都覺得是這樣 他自己就跟我說 他覺得不是癌症 只是他太太叫他來檢查癌症 結果一檢查 的確血糖已經高到三百多 我就說你這個要打胰島素 這個空腹血糖都三百以上 好 他也乖乖的打 問題是他打的過程 他就想說我已經打胰島素 他就不想忌口 你知道嗎 很多民眾是這樣 就像剛剛蘇貞臉提到 我放了支架 我就不想去控制三個 他覺得他已經通了 那過去都知道 這個其實都不是很好 因為源頭控制 那他就血糖都控制在八點多 我說你都打胰島素了 應該理論上要控制的 稍微能夠好一點 那結果他就是反正 還是很做他自己的生活 結果有一天他回診的時候 他就悠悠的說 我最近感覺覺得會有點喘 爬樓梯會有點喘 然後我就想說 你是就高風險 那我們來做一下心臟檢查好了 結果我就排了一個是 心臟的超音波 一個就是去做心機的掃描 因為看他那個樣子 應該跑運動訓練圖 是沒辦法承受到第四階 所以那時候就做心機掃描 結果才當天剛好拍得到 心臟超音波 做完之後檢查醫師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那個劉醫師 這個病人 我剛剛在做的時候 已經跟他講了 可能他這個要做導管的機會很高 因為他超音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到上面的冠狀動脈 都蓋化點一堆 所以還沒等到那個 那個心機掃描 我就直接轉給心臟科 心臟科一做 就已經兩條都篩出 所以血糖真的的確控制好 在看到這些冠性病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關係 所以不管是血脂高跟血糖高 都很危險 沒錯 要控制我們三高 其實中醫有茶飲 可以來做輔助 陳醫師 對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除了 就是用藥以外 還有食物很重要以外 食補 我們平常有一些藥茶 可以幫助大家 像今天我們幫大家設計的 這個就是 他有一些研究數據說 他對我們的血脂有幫助 譬如說他有一個倒地蜈蚣 老地蜈蚣草 他其實像如果有 有時候像醫美的醫師 也會推薦病人 對 就是做醫美手術 要一直煮這個茶來喝 對 因為他消腫超快的 對 就是如果你像 之前我有病人 他是車禍我腫起來 你用這個大量煮給他 他退很快 對 所以這個蠻有幫助 但是在中醫的研究發現說 他對於脂肪肝是有幫助的 然後另外我們裡面有搭配 就是像我們的浴巾 還有三七還有單身 這三味藥都是對於血脂 還有心血管保養 非常好的藥材 尤其是三七我們講過 他就是像天然的阿斯皮林 那裡面我們有搭配枸杞跟製甘草 那其實這就是天然的這種調味 他就不太會有些熱量的問題 那枸杞本身對於血糖的調控 他也有一些幫助 所以其實說如果說在家裡 如果說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臨床上 有時候客人他如果常常 就是大餐後 他自己要保養 我們會請他說 你這個可以取代一些你的含糖飲料 那對於你心血管保養 也有些幫助 那你跟你的治療 也不會有些抵觸的狀況 沒錯 是 所以平常我們要保養 我們自己的身體 保護心血管也很重要 主廚要教我們一道 醬膽固醇的料理 選擇食材就可以擺脫壞的膽固醇 主廚今天用紅麴來幫我們保護心血管 我們今天要做這一道 是紅麴豆香鮭魚 這樣做法很簡單 我今天準備了一些鮭魚 跟一些豆類的食材 首先我們先將這個鮭魚的部分 在鍋內不加任何一滴油 先把它放進去 要借它的油就對了 對 借它的油 把它油先借出來 準備省一點錢就對了 沒有沒有 其實這樣子味道更美味 更美味 更香更美味 再去把它煎一下 你看我們這樣放下去一下子之後 油脂就已經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再煎這個油脂的同時 首先我們先放一點點鹽巴 現在就先調味了 對 在鮭魚上面 讓它有一點鹹香味 接下來我們再把這一個 印加果油的部分 印加果油 放進去 好賣 倒滿多的 放進去之後我先放香菇 香菇 這是切碎的香菇 對 先把香菇放進去 也是 去把它炒香 接下來我要放的是薑片 薑片 對 跟洋蔥 要把它放進去 有點先爆香的感覺 對 有點先把它炒香的感覺 先炒一下 陳醫師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道料理跟膽固醇有什麼關係 我們裡面其實有一些食材 是滿好的 例如說像我們裡面有一些 像豆類的東西 其實因為豆類 它本身就是說 它可以 其實大家發現說 有研究發現說 攝取足夠的豆類 其實是會降低我們 體內的膽固醇 所以其實 像現在很多人 他們其實有時候 攝取過多的油脂 其實你可以多攝取這種豆類 它去做平衡 第一個又有飽足感 同時又可以改善你的膽固醇 OK 主要是豆類的問題 對 我們把它放上去 其他你加了 剛才你加了什麼 剛才叫蒜頭 蒜頭 蒜頭把它放進去 去做一個拌炒 接下來我們要把黃豆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你這個怎麼處理 黃豆部分先蒸熟 蒸熟的黃豆 對 水煮黃豆或蒸熟的黃豆都可以 再把這一個毛豆的部分 毛豆也是蒸熟的 對 放進去 所以去把它燙熟的毛豆 接下來我們要把鹽霸的部分 再炒一次 再炒一次 放進去 去把它做一個調味的動作 就像我們在炒菜 炒可以倒菜 你不需要跟它拚命 稍微就是慢慢的 讓它稍微有一點微足感 把它放進去 就用一隻翻炒 對 這時候你要 可以去看電視了就對了 沒有啦 你都不要這樣 對 那這時候你要加一點水 不加一點水都OK 這什麼 紅麴 紅麴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裡面 對 都已經有一些水分了 所以你這樣子 其實給它乾炒 其實滿OK的 香味非常非常夠 其實水分還滿多的感覺 去把它做一個翻炒的動作 然後把整個紅麴的味道 翻炒出來 紅麴真的很香 對 關小火 接下來我們要把燕麥的部分 燕麥 放這樣上去 讓它吸收這個湯汁起來 對 這是一般的燕麥 一般的燕麥 沒有處理過 有的人會泡牛奶 我們這個不需要泡牛奶 這時候你可以放 拿一個那種 拌炒果的小湯汁 就要翻炒一下 這時候加燕麥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說 來增加它的營養素 跟包括它整個滿足 那個飽食感 是有的 而且其實我們可以跟著 等一下跟著這個蔬菜 都一起吃 是非常好吃 OK 好 把它拌炒好之後 要 你要配也OK 對 我們現在把它翻炒過後 讓這一個用最小最小的火源 甚至把火關起來都沒有關係 悶它的感覺 讓它悶起來的感覺 把這個核桃的部分加進去 核桃現在加進去 對 加進去 稍微去給它拌一下 我們要起鍋了 OK 最後再加上那個 蔥絲 蔥絲 對 所以我們要適應 一口滿足 其實很多人常常都會有感冒的現象 是 一感冒可能就會有咳嗽 但是小心 你不要以為這是小病 有人只是一個小感冒 後來喘咳嗽 小心是心肌炎 是會致命的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只要天氣變天或是受涼的時候 這時候大部分的人 都會感覺到自己感冒 但是千萬不要輕忽小感冒 因為有不少人 就因為感冒而致命 修行姐 有時候真的你以為只是感冒 可是中醫之前 誰知道他是不是感冒 我先講一個我朋友的漢氏好了 其實他當年發生事情的時候 也是不到四十歲 然後他一開始也是覺得 這一次的感冒怎麼好 好像拖了一個多禮拜都沒有好 拖了有點久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再不出去工作 其實好像會把一些業務都delay了 所以他是決定去工作 那去工作那一天 他本來還約了其中一個會議 然後就跟對方說 比如說我可能四點會到 結果他提早到的時候 他就跟對方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我提早到了 不然我在你們樓下晃一晃 待會再上去找你 就對方想說 已經在我們公司樓下 怎麼四點到了人沒上來 五點到 都已經拖了 快一個鐘怎麼沒上來 一直打電話沒接 後來才發現 樓下有一些騷動 才發現原來我這個朋友 他就是想說晃一晃 然後大樓樓下會有公共的洗手間 對不對 他可能就想說去上廁所 就會在那邊昏倒 那因為那種商業大樓的一樓洗手間 通常是外來客有很少人 對 所以他就是倒在內 比較少人發現 直到被發現送醫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接 夜客膜幹嘛 但是後來就沒救回來 就後來大家研判 可能也是就是心肌炎 所以當他絕對只是感冒 像這個也是 像這個你想說二十歲 怎麼會自己不說 因為這二十歲的小男生 他因為有自閉症 所以他本來就不大會表達 自己的身體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 一開始家人也以為他感冒 因為他就說他頭痛 然後他發現有流鼻水 所以家人幫他用一些退熱貼 想說應該會好 沒有想到第二天進去 發現這男孩子已經倒在地上 趕快把他送醫又發現說 他可能也是有心肌炎 因為他送醫期間 還兩度都心臟暫停 然後反正一路救也都幾乎 開始後來也是肺炎 然後後來多重器官衰竭 最後也是沒有救回來 家人一開始也以為是感冒而已 那另外一個張小姐這個情況也是 他說他當時是感冒 然後也是一樣 通常他們發現都覺得 這個感冒不大會好 然後想說沒關係 那我還可以去上課去上班 沒有想到不舒服倒下被送醫 發現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 當時醫院是幫他接送葉克膜 可是他比較不幸 是他發生那種葉克膜裝置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併發症 就會發現怎麼肢體的末端開始變黑 慢慢往上升 後來就沒有辦法 雖然年紀輕輕 但為了救他的命 也是只好截肢 對 那這個吳先生 就是比較運氣比較好 他也是想 他兩個禮拜感冒狀態 想說一個大男人 怎麼可能兩週了感冒都不會好 後來甚至開始會喘了 就覺得不大對去急診 去急診才發現說 他其實是病毒感染導致了心肌炎 幸好他來得早 他沒有像之前那幾個 倒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對 所以住院之後 開始相關的治療 甚至讓他用藥 然後叫他要戒醫院戒癮藥 跟他說要減重 因為他本來體型非常大 心臟負擔可能很大 後來還減重二十幾公斤 整個心臟功能 也慢慢找回來 對啊 只是個小感冒怎麼會嚴重 我們想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我們常常說 我們感冒 可到後來比較嚴重的時候 人家會說感冒轉成肺炎 常常聽到了 可是怎麼有些人 到後來會變成心肌炎 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現在是 單純的感冒 還是已經有肺炎了 還是真的已經有心肌炎發生 要趕快去醫院 要怎麼分呢 其實我們這邊有整理出來 給大家看 其實這三個疾病 其實一開始的表現 都會有喘 都會有悶 呼吸不過來 但其實仔細追蹤 他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包含我們今天最重要的講心肌炎 心肌炎它是什麼原因 就是說 我先講心肌炎的原因好了 感冒跟心肌炎跟肺炎 他們有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是病毒感染 當然肺炎有些是細菌性 我們今天不談 那主要都是病毒感染 像大家現在這兩三年 大家的COVID-19 也是冠狀病毒 那像之前有一些什麼感冒病毒 負感冒病毒 這個其實都是呼吸到幾乎都是病毒為主 那心肌炎 他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病毒感染 只是比較不幸的是 他這個病毒 不是只有感染口腔 像上呼吸道 他會往下延伸到心臟 那有某些病毒 確實有比較強的這個可能性 會影響到心臟 像我們有這個研究出來 像克薩奇病毒 或者是像艾可病毒 這一類的病毒 他會比較容易到 跑到心臟 那如果一般只是呼吸道病毒 他可能影響呼吸 那你這幾天咳嗽 流鼻血等等 一陣子會好 對 偏偏這種會影響心臟病毒 他會讓心臟功能暫時停止 或暫時退化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 很嚴重的症狀 所以回到我剛剛講 差別在哪裡呢 單純如果影響呼吸道 不管是肺炎 或者是這個感冒 原常就是咳嗽流鼻水 最多就是胸口悶痛這樣子 過一陣子會好 有痰等等 但是如果是影響心臟 他除了喘之外 第二個會發現會有腳腫 因為心臟功能退化 腳會水腫 而且他這個喘 會比較偏向是靜態也會喘 就是像心臟功能不好的喘 是躺著會喘 躺著會喘 那不只是走路 連躺著都會喘 如果這麼嚴重 而且合併有腳腫 就要懷疑說會不會是心臟的問題 那我之前有碰過一個 也跟剛剛淑欣姐分享案例很像 也是才二十幾歲的女生 小妹妹 那他其實他是一個運動健將 他在打排球 那他來醫院是第一次是來急診 來急診為什麼 他就是說他覺得最近有點喘 喘到說一開始喘 只是稍微走路 覺得有點呼吸不過來 到最後就是我剛剛講 他連躺在家裡躺著睡覺 都會喘到要爬起來 然後同時他腳非常腫 這幾天開始腳越來腫 是壓下去會有凹陷 對 所以他爸爸覺得不對勁 就帶著他來急診 來急診之後 沒有檢查還好 一檢查就嚇一跳 他心臟變得很大 跟這個二十幾歲年輕女生來講 底下心臟應該小小的 對 心臟是越小越健康 他心臟變得很大 而且有很明顯的肺積水 另外抽血看到他的縮指數都不對 肝腎功能都異常了 這個就是像剛剛講的 因為心臟引起一些 真的器官的一些變化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他這個確實是 心臟引起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麼年輕會心臟出問題 我們再仔細去問他 原來他兩個禮拜前有一點感冒 那感冒之後慢慢好了 他就沒有在意 還是有點症狀 但是沒有在意 那我們推測這個感冒 可能他感染的病毒 就剛好是屬於 比較容易引起心臟發炎的病毒 所以在感冒好了之後 他可能有些病毒就跑到心臟去 產生續發性的心肌炎 那還好這個妹妹 他算是滿幸運的 後來我們住院之後 幫他做一些點滴處理治療 治療之後大概一個多禮拜 在抽血 他的一些肝腎功能 都慢慢恢復正常 甚至連心臟功能 他原本心臟功能是 我們正常心臟功能有個分數 至少五十 他來的時候 第一次驗才大概十到二十 非常差 那他出院之後 已經恢復到大概三四十 那後來出院半年之後 他再回來已經恢復到完全六十 而且他可以正常去做他喜歡的運動 抽血都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很幸運的案例 他從心肌炎恢復 但是也有很多案例 就像剛剛上面講的 其實心肌炎死亡率相近一半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還是會呼籲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感冒 但是還沒有完全好 你覺得已經拖了一兩禮拜 都還沒有好 甚至已經嚴重到時候 會走路會有點喘 這個時候還是要提早去給醫院 去大醫院看 要不要做一些深入的檢查 會不會不是單純感冒這麼簡單 其實一般的感冒三五天應該就要好 如果拖了比較久 又剛才講的 開始覺得會喘的時候 不管你是肺炎或是猛爆心肌炎 都應該要趕快去就醫 我們剛才講到心肌炎 可能會讓你的心臟衰竭 有意思說心臟衰竭的死亡率 比癌症還要高 到底怎麼回事 對 像癌症反而治療 那個科技在進步 反而治癒率還蠻高的 甚至有的人 本來連復發率都很下降 可是當你一罹患心衰竭 目前來講很多幾乎是快五節 尤其如果你的程度越嚴重 一發現的時候 已經屬於第三期 第四期 尤其是第四期之後 甚至在五年內的死亡率 可以將近一半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當然會依照你心衰竭的程度 去跟你分級 假如說大部分是在第二期的時候 有的人他是意外被發現 因為他可能日常生活 他並沒有特別明顯的症狀 不會喘 不會腫 可是就是可能在做一些檢查 尤其是一些健檢的時候 就發現說 開始這個心臟的功能有點 不管是舒張的功能 或者是收縮的功能 開始有點下降 要開始要回去控制好山高的問題 那到第三期的時候 大部分病人就已經會有症狀了 最常見的可能他像爬樓梯爬山 做運動 開始會有一些喘的問題 甚至偶爾他已經會出現 會有腳腫的問題 所以這種如果會有喘加腫的話 我們一定要民眾要特別的小心 一定要去釐清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到第四期 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刷牙洗臉洗個 做一些小的家事 他就會很喘 甚至有的人躺著睡他 可能睡到一半 都會喘醒的這一種 所以基本上他的程度還是有差 那我的個案 基本上之前有遇過一個民眾 他四十幾歲就新衰竭 那你覺得怎麼那麼年輕就新衰竭 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他心臟 要不是像之前剛剛陳醫師提到 他以前曾經發生很嚴重的心臟受傷 要不就是他是反覆性的心肌梗塞 像個案就是這樣子 他四十多歲 然後他其實在二十幾歲 他就知道他膽固醇偏高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那時候醫生跟我說 這是家族性的 他覺得家族性 他就覺得他不用理 因為他理了也沒用 反正就是家族性 可是這對我們的觀念不一樣 因為當你是家族性 反而更需要在意 因為代表你受傷是更早 過去研究員發現你是家族性的高膽固醇 發現發生心血管劑位 是比人家提早十年 然後他就擺著不管他 到三十多歲的時候 才因為心肌梗塞 被做了第一次那個心臟管之後 反正就是症狀來了 每半年一年檢查 就發現又塞住了 又做 放了又放 結果就放 在十年內放了三四次 他放了三四次之後 有一天他覺得說怎麼又有點喘 然後他跑回心臟科 心臟科醫師說 搞不好你又塞住了 你再來做看看 發現一做三條都很通 心臟的 那結果做心臟管的時候 他們也還會算那個 所謂的心血量的射出分率 發現他剩二三十而已 整個心臟的這個收縮 動得非常的差 結果就跟他說 你這反覆性的受傷到之後 心臟的肌肉都已經有結巴 纖維化 所以你整體的心臟的收縮 已經都很差了 所以這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預後當然相對就要特別小心 回去控制就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只有 讓自己不要從AB變成CD級 如果真的走到CD級 可能只能換心臟 另外就是夏天要到了 大家覺得夏天要怎麼護心 就是要多吃一點紅色食物 廣告之後就教你做一道紅色的料理 夏天是養心的好季節 主廚今天用牛肉加番茄 還有紅酒來幫我們養吃 這道菜一樣是很簡單 最後叫做茄子牛肉 茄子牛肉 對 一樣我們在鍋子的部分 先放一點點這個橄欖油下去 先把它全部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微微去把它做一個加熱 我今天準備了都是紅色食物 第一個當然就是番茄 接下來有牛肉的部分 牛肉的部分我大概就是用 都比較瘦肉 里肌的部分 當然有一個紅棗糕湯 首先我們先把番茄的部分 先把它放上去炒 先放番茄 炒到手軟 這個軟化了 你看我們現在放很多的番茄 把這個番茄放進去之後 跟橄欖油加在一起 其實味道是非常迷的 對 接下來我們先把它放一點點 義大利種的香料 先調味 先調味一點點 先把它 讓它有一點香料味在裡面 接下來我們要把紅椒的部分 放進去 其實番茄 紅番茄跟紅椒放進去之後 營造出來那種口感的味道 其實是不錯 很多像我們義大利麵的那種 紅醬 就用這種東西 一次這樣做是不是 對 番茄做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一樣 去把它做在鍋子裡面 做一個翻炒的動作 一樣把它開 現在我的火是中大火 中大火 我們現在把它炒到 完全去做一個 軟化的動作 在翻炒的同時 你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湯汁 越來越濃稠 對 就是它的番茄果膠 出來之後 差不多我們就要把 紅酒的部分放進去 現在到我紅酒 對 紅酒的部分 其實你看你的運算 運算 比較貴對不對 放進去 放進去 它開始開大火 開始大火炒對不對 對 慢慢的開始 讓它去做一個 燜煮的動作 可是中廟他們是有一個 護心臟的雞湯 對 我們呼應雷師傅的 就是我們 真的也有一個紅生的雞湯 就是護心的 因為夏天來了 其實有時候門診裡面 你會發現有些人 他會跟你說他胸悶無力 就是他不是真的有問題 就是比較疲倦 我們夏天是很好養心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有配一個雞湯 裡面我們用紅生兩片就可以了 夏天 因為是夏天 如果你真的超容易上火 你可以用西洋生兩片沒有問題 但紅生用兩片就好 然後裡面我們有搭配天麻跟鉤藤 其實這兩個藥材 它對於中醫來講 它是可以擴張心血管 它循環比較好 因為我們是提升免疫力 其實紅生可以提升免疫力以外 我們裡面又搭配了金銀花 跟魚心草 因為它本身對於抗病毒 是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這一道湯品 就是你跟雞一起煮 然後煮小火燉一個小時 就可以喝了 OK 好 現在把紅藻高藍放進去之後 紅藻放進去 已經把它放進去了 接下來我們剛才已經有 把燕麥醬油放進去了 你看我們把它越炒越怎麼樣 越濃稠的感覺 而且我們用新鮮番茄糊 我們的番茄糊其實都自己打的 OK 我們現在把它 開始做一個攪拌 攪拌動作之後 整個濃稠感完全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牛肉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那個牛肉片 一片一片的把它鬆開一下 稍微稍微鬆開一下 然後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要把它鬆開 就是等一下我們再放進去的時候 不要讓它糾結在一塊 糾結在一塊它就不快樂 不快樂肉就不會好吃 有這麼說法 對... 好 一樣稍微去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 把這個茄汁牛肉 所謂的茄汁 就是要留一點湯汁 留一點湯汁 讓它整個湯汁在裡面 是完全跟牛肉部分 是有辦法結合的 是 當然你把這個茄汁牛肉炒起來之後 你要拌一個燕麥麵吃 也可以 要加一個糙米飯吃 也可以 所以有一點像燴飯那種感覺 是 茄汁燴飯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給它翻炒 翻炒一下 翻炒到完全牛肉熟化的部分 一樣 好香喔 其實牛肉熟得很快 牛肉熟得很快 好 記得第二次的 義大利中和香料 再擺一次 再下第二次 下第二次 剛剛是把香味炒出來 這一次是把味道搶出來 所以讓這個味道是更棒 是 一樣我們再來翻炒 OK 翻炒過後 我們就準備要起鍋了 好 最後再放一點香菜在上面 對 那我們這套幫你護腥的料理 就完成囉 好 心臟可以說是我們人體 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心臟不好 人馬上就倒地了 沒錯 就要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你會給觀眾朋友什麼建議 我們大家知道 想心臟一定要從平常開始養起 等你身邊在養的時候 來不及 你會給一下什麼建議 怎樣養心臟 對 其實 上面雖然說有七件事 今天其實我們統稱來 其實只有兩件事 什麼事 第一個就是飲食 第二個是運動 運動來講 目前的建議就是一個禮拜 至少做三到五次 最好是每天做 但是我跟你講很困難 三到五次有什麼 對 什麼樣運動 其實沒有特別限制 但是就是 打麻將也可以嗎 打麻將不是運動 這樣講就是說 運動沒有特別限制 但是你要做到稍微 心跳有點加速 有點危喘 所以一般來講 半小時到一小時 你可以去跑步 你如果體力好可以打球 體力比較不好 快走慢跑 就是心臟的速度 比較快一點 就對了 呼吸有點加速 清晨代謝的感覺 那第二個重點當然就是飲食 就是我們節目中常提到的 那飲食方面當然蛋白質部分 盡量攝取這個白肉 魚肉為主 這節目也常提 然後蔬菜類要多吃 包含像洋蔥 像今天提到的番茄 十字花科 木耳這些都是很常 很好的食材 第三個油脂要減少 要少油脂 盡量不要吃動物性油脂 那最後一個就是澱粉類 對 剛剛其實雷師傅有提到 澱粉類盡量用一些糙米 一些比較精緻的澱粉 這樣會讓身體會更健康 那我想問一下運動這部分 你剛才說要做到微喘 微喘大家知道 就是呼吸會喘 可是心跳到底要怎麼計算 有沒有心跳一個最大值 因為有些人做一下 做太累會不會反而心肌梗塞 你有沒有建議心跳到什麼 師傅 一般人目前的建議 心跳最高上限就是 220節你的年紀 譬如說假設40歲 220減40下又180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 簡單估算一下 大概你自己最大心跳到什麼程度 所以運動也是要量力而為 今天總要跟大家 其實很多人倒地 大部分都因為心臟的關係 當然很多人說 可能這一次就再也就不回來 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一半人 他事實上是有前兆的 隨時注意你身體的一些 不幸福的狀況 如果你還有一些危險因子的話 一定要趕快就醫喔 才可以保護你的心臟 我們今天和你下次見 拜拜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請記得按讚 請記得按讚 g